如果你是帮助别人 你也帮助自己 这就是为了BRI这么 popular 4000人从140国家 现在在明显的北京 10月18号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在北京举行 与会嘉宾向记者表示 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引人关注 他在他的话中 中国想要保持它的门开门 所以他有关中国的运动 它是随着世界的运动 和国际向革命化 我觉得他非常重要 他有关开的、尤其是 和共同的世界 他说了 习近平 我们一起計务 我们一起建设 我们一起利用 中方参与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的行动 受到格鲁吉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 根纳纪·阿尔维拉泽的关注 他指出 格鲁吉亚是首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 也一直收益于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 转熟运输走廊建设的 一 由哥格鲁吉亚的反应 一切是基本上去逐练成的 是改造的 利用中方参与 以致用的利用中方参与 而利用中方参与 利用中方参与 我认为 这一 св专家の套利日和 总之一是 pping出演奖反应 开幕式上 中方还提出将创建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 马来西亚同中方已经有关于电商方面的合作 他希望马来西亚能进一步抓住这个机会 扩大双边贸易 对e-commerce肯定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发展 那么在马来西亚方面肯定我们已经跟中方都有合作了 我们希望在这个发展方面能够带给马来西亚更多的机会 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抓稳这个机会 那么扩大我们双方的这个贸易 陆兆福表示 中国已经明确未来十年将扮演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相信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每一个国家都是盼望有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能够改善能够改变 所以当中国摆出这样的姿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也希望其他的大国也一样的这个精神 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 对于小国家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希望看到 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经济发展的机会 我们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 我们的这个人民的这个生活会变得更好 所以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我们为什么参与一带一路 因为我们也相信合作 通过合作经济才能够发展 对于马来西亚的生活会参与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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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